台車新聞看世界來關心 連接俄羅斯跟克里米亞半島的大橋 17號載船爆炸聲響 造成兩死一傷 俄國外交部指責 烏克蘭發動恐怖攻擊 而且英美情報機構有直接參與 俄羅斯打造戰爭受害者的形象 甚至還改寫中小學的教科書 並且加強愛國教育 以掩蓋俄軍傷亡慘重真相 克里米亞大橋在當地時間17號凌晨 又傳出兩次爆炸聲響 造成一對居住在別爾格羅德州的 俄國夫婦死亡 女兒受到重傷 大橋也被迫封閉 這座大橋去年10月曾經爆炸斷裂 直到今年2月才恢復通車 俄羅斯2014年並吞克里米亞半島 連接俄羅斯跟克里米亞的大橋 一直是俄羅斯戰爭的關鍵要道 對俄軍的補給十分重要 俄羅斯為了把自己打造成戰爭受害者 甚至改寫中小學的教科書 一道切割跟烏克蘭的歷史源源 克里米亞的學校也納入軍訓 學生從小就要學打仗 官方為了大內宣 還特別設計了英雄版 請來陣亡士兵的母親 鼓勵學生從軍報國 以掩飾俄軍在戰場上死傷慘重的殘酷真相 陳玉里編列 我們看一下 第四jours 詞曲曲 選擇 目前